为了增加学生的国际观 丰园高中这天邀请到 位在日本雄本县的大金高校 将近300位师生前来交流 丰园高中也安排了学生 以英日语两种语言 介绍台中地方特色 学校希望学生 透过这一次的跨国交流 进了学习欣赏 并包容不同化的差异 从中吸取跨文化的优点 提升自己的内涵 管乐团吹奏悠扬的旋律 迎接远从日本的朋友到来 为了丰富学生的国际视野 丰园高中这天邀请到 位在日本雄本县的大金高校 前来参访 大金高校到目前为止 曾经在台湾进行过八次的交流 在台湾有很多次 文化跟交流的经验 对于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收获 所以这一次也选择来台湾 进行交流活动 现场除了进行文化交流外 丰园高中也安排了学生 以日音两种语言 介绍台中地方特色 并用日文短片介绍 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国 学校表示 希望学生透过这次的跨国交流 进而学习欣赏 并包容不同文化的差异 从中吸取跨文化的优点 丰富内涵 我们相关处是就积极地 来准备这一次的活动 那待会整个仪式完以后 学生会到各班去 我们安排学校的一些特色课程 包括茶道 包括一些中国书法 这些系列的一个活动 让这些来自远方的日本的学生 来做体验 双方的校长及主任 互赠纪念品 并且合以留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 这次的参访活动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天 但是在风源高中的细心安排下 也让大京高校的学生 一同入班体验台湾的高中课程 课堂中充满欢乐的气氛 也可以说是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 记者朋友费台湾采访不到